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7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流浪地球》上映至今 不仅在国内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也同时登顶近5年来中国电影北美票房榜 刷新近5年中国电影Top 5排名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24日导演郭帆和制片人龚格尔 在纽约曼哈顿举行影迷见面会 郭帆表示 只有国家强大 拍出的科幻片才更有说服力 中国科幻电影在制作上 跟顶级科幻片导演诺兰和卡梅隆相比 恐怕有100年的差距 这部电影在客观上还有很多不足 之所以票房上能取得成功 主要是因为观众的宽容 从小说《流浪地球》到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郭帆认为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想象力 但拍摄科幻电影缺乏的是 制作电影的技术和经验 我们没有好莱坞的特效技术 电影里很多镜头都靠人工完成 例如在空间站的一个镜头 5G面前有100多块屏幕 按照好莱坞的制作完全可以使用特效 但我们只好用100多块真屏幕 后端连接100多个笔记本电脑控制 全人工操作 中国科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仍有25年到30年的差距 在特效制作方面还有10年左右的差距 更顶级科幻编导演诺兰和卡梅隆相比 恐怕有100年的差距 《流浪地球》和美国科幻大片有什么不同呢? 郭帆提及经过与美国电影工业的交流后 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独特之处 2015年我们曾向全球电影特效霸主工业光摩介绍 《流浪地球》项目 他们听完后很兴奋 同时也认为中国人的想法很奇怪 要逃生为什么要带地球一起走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 中国的土地文化是内向型的 土地是人的根本 而西方海洋文化是外向型的 一块岛屿不适合居住了 可以去其他地方 对于这一点就职于 美国NBC环球媒体集团的流行文化作家 康纳·利纳恩曾在观察者网站文提到 观看电影时 注意到了一些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东西 她以美国大片举例 美国制作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幻大片 这些电影几乎都有一个相似的去向 美国陷入危险 来自美国的某人必须出来拯救国家 亦或是欧洲面临着某种威胁 但是来自纽约的蜘蛛侠来了 并拯救了这些国家 这些大片因此变得非常的美国 而在《流浪地球》中 她最喜欢的一部分 就是看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 那些以前在美国的电影院中 并未充分代表的文化 联合在一起去拯救全世界 不是全世界而仅仅是一个城市 但实际上是将整个星球 从毁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这样的情节 从一个美国观众的角度来说 是新鲜的 事实上 此前郭帆也曾多次向外界呼吁 中国人对于土地情感的核心 应该变成中国科幻的一个基本形态 什么叫中国科幻 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表达 我们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核的载体 才能称之为中国科幻 不然的话 我们只是模仿别人 讲一个同样的美式故事 众所周知 科幻文学的创意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进步 《流浪地球》中出现了大量细节考究 贴近于现实的设施、装备 领航员空间站、行星发动机、地下城、运载车 这些电影中的神器充满想象力和希望 但并非完全架空 大都可以从中国企业的家底里找到影子 在《影民界面会》现场 郭帆说 《流浪地球》只是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开始 因此电影的观众主要还是中国观众 在北美上映并不代表走出去 现在的科幻编和国家是一一对应的 只有国家的航天工业够强大 拍出的科幻片才能更被观众信任 等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不断提升后 做出全球视角的科幻电影 那时才能称得上是中国科幻片走向世界 郭帆又透露 如果刘慈欣能够继续授予版权 未来可能会退出《流浪地球》系列电影 希望这次的成功能让更多观众喜欢科幻片 也让更多投资人投资科幻片 给更多科幻片导演机会 宋丹丹作为喜剧演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虽然她的心图是一帆风顺 但是宋丹丹的感情路却走得十分不顺 她一共有三段婚事 与第三人老公更是相亲认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她与老公的恩爱照吧 从宋丹丹与三婚老公的恩爱旧照中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中两人笑得十分恩爱幸福 宋丹丹当年的颜值也很是惊艳 妥妥的女神一枚了 姥姥之后虽然两人的容颜不在 但是感情却越来越好 十分的恩爱温馨 如今两人已经恩爱走过了22年了 据了解两人是相亲认识的 宋丹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自己对于老公的印象 她自曝看到老公第一眼 觉得她又高又帅又有钱 这个人可能看不上自己 谁知道两人一下就看上了 这才有了现如今的幸福生活 虽然两人都是离异家庭 但是结合在一起 双方各自的子女并没有受到影响 据了解 宋丹丹三婚老公名叫赵玉吉 曾任多家知名企业总经理 身价更是超过10亿 主要从事投资事业 不过如今更多的是和宋丹丹过老年生活了 90年代当红的歌手 大家知道哪些人呢 像是田歌皇后杨玉莹 林一莲 毛宁等当时红级一时的女歌手 在乐坛的地位非常高 而还有一位女歌手 她当时的名气也不亚于前面几位明星 她就是张咪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听到张咪的名字 因为她已经算是半隐退了 张咪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 除了她的歌声还有她的私人感情生活 可以说她的感情经历丰富到 让很多人都忘了她是一名歌手 当年张咪最红的时候 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她的歌曲 在90年代能够在重心中脱颖而出 张咪其实非常不容易 也很有天赋 张咪的家庭其实挺惨的 出生在小山村 6岁父母入狱和哥哥相依为面长大 好在张咪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得到了机会进入娱乐圈 成为著名的歌手 可张咪走红得非常快 导致性格也很急躁 而家庭的原因和从小的经历 也让她非常泼辣 在一次与毛泥的争执当中 她直接删了对方一巴掌 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恶劣影响 负面新闻铺天盖地 迫于压力 张咪被封杀了 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位被封杀的艺人 当年张咪受到重创之后 远走国外疗伤 还转型成模特重新出道 而到国外之后 张咪很快就交到了第一位男友 并且18岁就和男友结婚了 生下了女儿 两人终究还是年少冲动 很快就离婚 离婚之后 张咪也有过极端恋情 而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外国男友 那人的人品很不好 在分手之后公开了张咪的隐私 让张咪在公众面前很没脸 几乎绝望 几乎想跳楼自杀 可以说张咪的人生是非常跌宕起伏的 还好有女儿的陪伴 张咪终于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虽然如今她的关注度很少 但是她和女儿生活得很自由快乐 53岁的张咪放开自己后 越来越年轻 和女儿走在一起就像双胞胎 你听过张咪的歌曲吗 大家知道一般主持人上电视台都是要化妆 然后大部分节目还有灯光 所以电视里的男主持人 女主持人看着可能比实际上要年轻 当然也有惊奇神 朱军这次出现在饭桌上还高歌一曲 当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 没想到朱军也会别的才艺 唱歌也是不含糊的 这首滚滚长江东试水是老歌了 穿完有朱军是很多人的记忆 但是今年没有她也没有董卿萨贝宁 除了和朋友吃饭之外 朱军最近好像也在一场婚礼上担当主持人 当天她看起来也是有点憔悴 其实朱军已经54岁了 很多主持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在一线工作了 像崔永元已经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教书 成为一名老师 朱军和实习生之间的风波影响还是蛮大的 甚至朱军的老婆也不得不站出来力挺老公 谭梅的微博基本不怎么更新 但是为了自家的老公 她翻文称 亲者自亲 着者自着 我相信你 并且一直在后面陪伴你 有句话说夫妻本是一体 谭梅和朱军夫妻这么多年 很多事情当然也会站在自己丈夫这一边 至于是谁对谁错 大众对于事情的原委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 网友们看到谭梅的表态之后 有些评论是支持朱军的 有些则是质疑她的 各种评论都有 看的人眼花缭乱 也许各书几件就是网络的奇妙之处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